那麼今天這裡我們要透過一個案例來跟各位說明 在六星MIT裡面 如何來做水冷散熱分析 那這個地方我先 用投影片來說明 這裡我想透過投影片的補助說明 這一步一步就教各位如何來做這個水冷散熱設定 在六星MIT裡面要做水冷 基本上它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建立一個叫做Coldplay的元件 那這個其實就是水冷頭 就是水冷頭 在這裡的話我們可以先開啟這個檔案 我們以這個檔案來做這個檔案來做一個範例 當然這個是一個刀鋒伺服器的刀片 那這裡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Virgin 那這裡我們可以把它create出另外一個Virgin 那這個Virgin假設我們給它下一個名稱叫做 Virgin OK 好那它就會原封不動的把Base9的這個Virgin 全部複製一份過來 Virgin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先把旗片 這個旗片它的位置是在 晶片的底下 這個旗片我們可以先把它uninstall掉 就是不讓它作動 OK 在這裡的話 投影片上這個地方我們講到說 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先建立一個智能化的物件叫做Coldplay 也就是冷板 它其實就是用了模擬水冷頭的散熱 那在這裡怎麼做 我們點選這個 Chassis 滑鼠右鍵選擇new 在這裡我們新增一個叫Coldplay的這個元件 點下去 好那在這個地方各位就可以看到有一個Coldplay在這裡 那在這裡的話我們可以調整一下它的尺寸 比如說35 OK 然後這個地方 它的材質 我們可以把它設定成銅 OK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也可以給它一個 不同的顏色 假設讓它做一個 透明的顯示 然後再來呢我們利用這個對齊的指令 把這個 Coldplay的 把它對齊到 這個晶片上方來 這個地方我們選擇 Centry 從右視圖來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OK 這個水冷頭它是對齊到這裡的 但是它的高度還要再稍微調整一點 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直接拉著這個藍色點 來調整它的 位置 OK好這樣子我們就把它對到 這個晶片的正上方來 OK 好這是第一個步驟 要設定 要建立一個叫Coldplay的這個元件 那我們回到投影片 第二個步驟呢 第二個步驟 我們要建立 什麼建立水管 cooling duct 好那水管怎麼建立 這個水管當然就是指的就是 這個 就是它的這個水管 它的這個管路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在 cooling duct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要去模擬出 或者說畫出這個水管 它的管路 的外形 或者它的管路的這個路徑 OK 怎麼設 在這個地方 一樣點選 這個 恰式 滑鼠右鍵 選擇 在這裡我們選擇 cooling duct cooling duct OK 好那在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一個cooling duct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把它切換到上市 這個地方來 OK 好那這個地方 在這裡cooling duct底下的話那在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去點選這個 水管經過的這個路徑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把這個管徑 水管的外徑 或者說水管的這個路徑把它描繪出來 這裡我們可以先 改一下它的這個尺寸 它的管徑我們把它改成6 然後假如 它的管徑的話假設我們給它設成同 h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 接下來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點選第1個點 OK 然後再來的話在這裡我們點選第2個點 OK 第3個點 第4個點 OK OK完了之後我們就按下 Esc 這樣就可以退出 好那當然在這個地方我們需要調整一下這個管路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用滑鼠左鍵直接來調整 或者說在這裡的話 講義上 他已經直接有把這個位置幫我們寫出來 好那我們不妨就照著講義上這個地方來做 這個queen.1 queen.1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裡 選擇 025 302 OK 好然後他這個D 就是Doc1的segment 就是 他的管徑的這個第1段 好在這裡的話我們一樣給他 0 25 302 OK OK 然後再來第2段呢 我們把它給改成 9025302 OK 在這裡第2 90 25 302 OK 好第3呢我們把它改成 9025 327 90 25 327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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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第4呢把它改成 025 327 這個地方第4 把它改成 025 327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這個水管的外型 我們就把它描繪出來了 好所以 這個地方 講到的是第2個步驟 好就是建立水冷 第2個步驟 我們要有水管 OK 好那第3個 接下來第3個步驟 第3個步驟是說因為 水冷 它 等於它是一個冷卻的循環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需要建立 就是 供應端跟循環端在這個地方講一下 可以看到說 需要建立供應端跟循環端 這個供應端跟循環端 為的是下一個步驟 因為我們還要建立一個叫Pump 元件 那這個Pump的元件呢 這個供應端跟循環端 其實指的就是 這個 其實就是要賦予在這個Pump的這個元件上面 好那所以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我們先點選 我們就直接來建立這個 供應端跟循環端 這個地方我們點選Charge 在6CMREET裡面這個Pump Pump的這個供應端跟循環端 它必須要建立在Charge的邊界上 OK 在這個地方我們點選它 滑鼠右鍵選擇New 新增一個 Pump的 Supply 就是供應端 就是 進水端 OK 在這個地方我們直接點選OK 然後它的尺寸 我們直接把它改成水管管徑6 OK 那接下來呢我們可以再用對齊的方式 先點選這根水管 再點選這個 Supply 滑鼠右鍵選擇對齊 直接我們可以把它對齊到這裡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說它就這個 Supply供應端它就對齊到這根水管上 好那同樣的另外再來我們一樣在這個 Left side Charge的 面上 建立一個叫 循環端 剛才是供應端現在是循環端 OK 所以一樣OK 在這裡我們一樣把管徑改成6 然後 供應端Supply在這一段 循環端自然就在這一段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點選 這根水管 再點選這個 Return 滑鼠右鍵選擇而來 一樣把它對齊過來 OK 好所以這樣子就完成了第3個方面的設定 好第3個部分就是要做這個供應端跟循環端的設定 好那這是第3個部分 那第4個部分呢第4個部分我們要建立 一個叫做pump的元件 好那pump的元件在這裡我們就直接建立一樣點選這個chassis 滑鼠右鍵選擇new 新增一個叫做pump的元件 好新增了之後 那這個pump的元件它就會放在 Fluid Cooling System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這個 Fluid Cooling System 就是 就是液冷氣 它下面有pump 還有水管 好那這pump這個地方我們直接跳到 屬性表這個地方來做設定 第一個我們要設定流體它的性質 好流體這個地方點下去它預設就會有一個這個水的材質 那這個不用去 這個倒是可以保持預設 然後再來的話要給它一個流量質量的這個流率 這個地方假設我們給0.01 好單位是公升每秒 好第3個在這個地方heat specification 就是它的散熱的這個方式 好那 那簡單講第一個是固定的進水的這個溫度 下面兩個是指定說它 可以帶走多少的熱量 好那這個地方我們假設點選第一個固定進水的溫度假設固定在15度C 然後在這裡有一個pump supply這個地方我們要點選下去 這裡有一個pump supply其實就是我們前一個步驟建立的 供應端 好這個地方點選進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循環端 這個地方點進來這個地方就是剛剛我們建議的循環端 ok attach進來 好 這樣子的設定我們這四個步驟就設完了 好所以總括來講 在水冷的部分 它總共要做四個設定 好總括來講 第一個 我們要做這個 冷板coplay的設定 第二個我們要做水管的設定 OK就是 描繪出這個管徑 還有它的管閉 OK好然後 再來 第三個是做 供應端跟循環端的設定 第四個是做pump的設定 那pump在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就是要去指定說 它的流體是什麼 那它的流率 還有它的散熱方式是什麼 OK 好那完了之後那在這裡當然我們就可以 後續一樣是直接在這裡 可以產生網格 在這個地方直接產生網格 大概產生的網格數目大概是 6萬多 那因為題目不大 所以我們不妨在這個地方直接可以做一點計算 OK 好 好那時間的關係這個題目我也不 不讓他算完 我就直接按 在這裡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一下後處理 在這個地方我們直接點選後處理的這個 表面溫度分布 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後處理 OK 這個溫度分布 如果要看硬點的話這個地方我們可以點選 一樣來看硬點 OK 那如果你想看水管這個部分呢 在這個地方我們一樣可以點選 這個環境關閉 OK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們點選 Service Temperature OK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水管這個水管這個溫度 OK 好 所以以上大概是這個水冷的這個案例教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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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